哦 對 呵呵 就是 對 哦 好 然後我等一下再試試看 因為這邊是迷你控打是不是 呃 應該 好 我SH檔已經有重改了 然後 那我上禮拜丟了一個 就是阿卡的射酒 然後阿卡的Smith 是0.5的四輪下去 然後全力完之後去跑 LAMS 然後 就是都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了 成功了 這個是對 這個是Tension 就是他後面有拉到斷 拉到斷 再 跑慢 欸 這附近吧 就是 用這麼卡 哦 所以 我們的結論是 如果有 共駕鍵的特性 最好 那個Smooth要很小 呃 應該是阿卡的跟Smooth 就是 當初那個 那個岩漿是跟我說調阿卡 阿卡的Smooth 是因為我看 就是他們預設的 地盆地預設都是用0.5下去跑 所以我就是 把他調整0.5 不然老師原本是用5.8 對 他是說這個越小會越準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推你一個很準的四能 看能不能 就是把Tension的問題解決 嗯 然後就是結論就是他解決 就是他後面會直接斷掉 然後圖拉出來就是 就是這樣 OK好 所以你是用DPA1嗎 沒有就是用原本的SEA 然後我只改那個 那你用DPA1 那我正好把腳本給你 這個 好 等一下 我整理一下 等我有空的時候 你跟 明傑兩個 一起 一起跟你講 我新寫的那個腳本 就是說用你現在的就可以做最後的Final Training了 嗯 然後那個 就是 那個 SD點也沒問題 就是他高溫的時候 一樣也不會 出現那個 就是風磁 好啊 所以 對阿卡的要比較大 嗯 對應該就是阿卡的問題 然後這個 跟冬夜的結論是一樣 嗯 然後有共駕鍵的 這邊就 從0.5 開始 嗯 如果是金屬鍵或是離子鍵的話 就要長一點 OK 然後 那少漢的 我現在用0.5 在圈裡啦 但是還需要一點 一些時間 OK 然後就是想問老師 就是 呃 在有Scale的情況下 那個 就是有壓力的還要去跑 就是譬如說有 那個 呃 壓力10 100或1000的那個還要下去跑 還是我直接拿Scale Label嗎 呃 可以直接用Label嗎 還是還要再加MD的資料下去 不用啊 Label就好啦 好 那這個就不跑 那我等一下就把 那就是去跑那個最後全 對也成功了 可以了是不是 但是 對但是現在是沒有壓力的資料 我是不知道那個Scale的資料 能不能拿來擋壓力的資料 可以啊 好 那這個就不跑 然後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Service也run完了 Service也全部都run完 就是壓力10 全部都run完 OK 然後 差不多就這樣 那我等一下就把 就是去跑那個Final Training的部分 OK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是 這一拜的 然後這一片是 他們要去找一個 可以抗輻射的材料 高傷陶瓷材料 然後他們拿著七種 金屬元素 要去測試 就是看那個 抗輻射材料 對抗輻射材料 正好 李柏軒老師好像在做這個 抗輻射的高傷合金 但是你這是陶瓷 OK 然後 對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是用這個 ATAT這個東西去創結構 然後 那個 第一星原理計算是用那個 Material Studio裡面這個 ATAT是 可以灌的軟體嗎 呃 我不確定 我插一下 劉環傳給我好了 喔 好 可以灌 我們就不要用Fortune了 不然用Fortune 還有點麻煩 他是用這個 一個模組去創他的 那個結構 你把他關網傳給我好 喔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找一下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他們總共創了 21個不同的結構 然後接下來是 他們 他們會去分析說 這21個結構的穩定性 然後他們用 5個不同的參數去看 然後 第一個是金屬原子的 呃 大小的差異 第二個是那個 金格常數差 第三個是體積大小的差異 然後接下來是兩個熱力學性質 一個是混合 那個 基布式自由能 跟混合 汗 然後因為這個基布式自由能 需要用到混合商 所以這邊就是 還有一個混合商的工資 然後最後面這兩個是 呃 就是他 怎麼講 這個材料被輻射打到的時候 就是他那個碳的 碳原子的重量比較輕 所以他會被輻射打掉 就會形成一個碳空位 然後這兩個公司去看說 這個碳空位形成的 能量 跟他這個碳空位遷移的時候 就他從一個位置跑另外一個位置 他所需要的能量 用這兩個公司去算 然後結果就是這個 就是他總共跑了 那7個元素的 這7個元素的碳化物 跟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21個 就是混合起來的高商陶石 然後這個有80顆原子 這個 他好像沒有寫這個是多少顆原子 反正 然後這是他跑出來的結果 嗯 然後接下來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他用那5個參數去看說 就是他跑出來那 那他創出來的那21個 比例是不是穩定 然後首先是前面這三個 就是 金屬半徑差 金格長數差 跟那個大小的部分 然後這邊的結論是說 假設這兩個值 越高的話 就是他的金格長數差 或是原子半徑差太高的話 就是他的結構可能會比較不穩定 然後 對 所以他這邊就說 像97-78這個可能就不會很穩定 然後另外一個是 熱力學性質的部分 就是主要是看這個 呃 就是 幾乎是自由能 就是幾乎自由能 要是負的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才是穩定 就是如果他是正的話 這個結構會有 就是崩解成多項的 的那個情況發生 所以看到說 就是第八個結構 第17個結構是不穩定 然後最後面他們是去看說 就是 呃 他的冷帶 不同結構的冷帶 在那個 非免能界附近的能量大小 然後這個只要是 這個值越低的話 就代表說 他的結構就是 越穩定 然後就是看到 可以看到說 就是如果他有加反的話 他的這個會比較高 就代表說就是 加反可能會對結構的穩定性 有比較 不好的影響 然後下面是 他就去看說 就是這七個 這七個金屬元素 他丟出電子的能力大小不太一樣 然後他去看 然後他們 呃 研究的結果是發現說 ZR和TI是最 傾向於最容易 丟出電子 然後TA是傾向於最不容易 丟出電子 就代表說這個 這個 金屬元素跟碳的 相互之間的作用是比較弱的 然後 接下來他們去看說 這七個金屬元素 跟碳的間解有什麼樣的特性 然後TIZR和V這三個金屬元素 他的間解同時 具有控架間和離子間的性質 然後另外這四個元素 NONBW跟TA 主要是 呃 離子間吧 我們記錯的話 對 離子間 然後另外就是 這七個金屬元素 附近就是 同時會具有金屬件的性質 嗯 對 然後 接下來是 他們去看碳空位形成能的部分 然後他們的方法是 他們是創造一個64 64顆原子的結構 然後把其中一顆碳原子拔掉 然後去算 那兩個能量之間的差異 然後結果在這裡 ZR和TI的值是正 這代表說這兩個金屬元素的附近 最不容易形成 碳空位 因為他需要能量比較大 然後下面就是 越小的話就越容易形成 但是他是說 如果他只是負的話 可以讓就是結構的穩定性增加 然後接下來是 就是碳 他那個 碳空位遷移的部分 就是他從一個位置遷移到另外一個位置 他中間經過的能量曲線 然後 結果一樣在這裡 就是 如果他遇到是亞和TI的話 他會需要很大的能量 才可以遷移到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他比較不容易遷移 然後如果遇到是NO 或是W的話 就是他比較 他就可以比較容易的遷移到 另外一個位置上面去 然後最後面是他去看說 因為實際上高商材料 高商桃子 一個碳原子附近 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元素 然後他去看說 就是他在 平均分配 還有就是他如果附近 TR和TI原子比較多 跟在 W原子比較多的時候 他的 他所需要的能量的差別 然後這個部分 就跟前面都引到的是一樣 就是 如果他遇到TR和Z的話 他就會需要比較多的能量 才能 才能就是形成那個碳空 但是在就是 如果是位移的話 能量就會比較不一樣 就像W 就理論上來說 他附近應該會 他應該需要很少能量 就可以移動 但是 他有些只會變得特別高 就是比前面的還要高 然後他們認為的原因 是因為 假設今天這個 W 這個金屬原子附近 沒有任何碳空位的話 就是 他空位可以移到 很容易的移到這個附近 可是假設他附近 已經有碳空位的話 就是其他的碳空位 還要移動到這個 金屬原子旁邊的話 他就會需要很大能量 才可以移動到旁邊 然後 然後他們的結論就是 去調控ZIA和TI 跟W的元素比例 就是可以去找出一個 比較好的 抗輻射材料 對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 那個 材料的碳空位 越分散越好 這樣他才比較容易承受 那個抗輻射的 然後差不多就是這樣 OK